拿到机会反复打转身,却被顽强的防守调动自己失位 而面对于进攻的快速连贯强点,自己却总是陷入被动 面对于这样的情况,陶天的经历是如何被拖垮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23年日本公开赛的赛场,我是光颖 陶天闲斗在韩国公开赛,被施逾期在第二轮拿下之后,继续在家门口征战 首轮就遇见了师弟渡边航贵,那么陶天的状态怎么样呢 开始上来,渡边退球拉开,在回顶破坏连贯桃邓地拦截 渡退转身,转转往前趁机调动打鞋线暴动 滑板变节奏调动中心起伏,连关上往抓破绽 渡征战进往,逃快追过顶拉开抓过渡 强烈停顿成功骗过渡的中心 渡边连续输入后,逃争斗进往 强攻不转身,沙达斜线 渡钩对角调动大斜线暴动,抓推滑板变节奏打中心调动 逃钩对角摆脱,渡趁机斩错抢弓 渡退底线,加力压住追身抓摆脱 渡快推大斜线拉开 抓推抢强弓逃弹大斜线,成功破坏连关让渡失位 渡突然偷后掌变节奏 争斗进往强攻 渡想要进往主动拳,逃就耐心抛高到位 趁机调动进往,跑动大斜线 抢弓连关杀上网 推逃转身,压转身 抢弓停地推出过顶,抓摆脱杀线 滔天现在由于下盘稳定性的下滑 对于大斜线的球路一纪就是非常的畏惧 渡征斗进往高质量,这让逃跑高刮网 逃反斜线调动大范围跑动 渡推两边转身 渡停地推转身抓摆脱 渡抓过渡,在沙川之中,第一季比赛结束 渡前打的还是比较稳,失误很少 依靠球路组织大范围调动渡边的跑动 而渡边的失误非常的多 来到第二局,渡想要往前主动拳逃不给 快拳拉开 渡依旧不起球 渡再快拳来 渡压拉开 渡压逃两边转身 抓摆脱连贯逼压 不直接抢攻 渡压紧定往前扑网 可惜质量太好没扑出质量 渡压连续失误后,独头后掌 防反杀大吸线 接着推球比较逃被动 来地摆脱 他快推大行线过顶实现游戏转攻 抓摆脱 最后分球高质量 逃空往上攻 渡压连贯 不揭发扁接着推压 逃快推转身再回波破坏连贯逼出起球 往前停留分球 结果渡快速抓往前 逃退过顶抓过渡 杜劈调回头打中心调动 逃退后场破坏连贯 抓过渡 杜劈调大吸线骗着中心后车准备接杀的逃 上网抓破绽 杜劈调推连贯降点停的谈大协线 这下让陶直接发战 陶连续失误 杜劈调推 陶强硬斗往不吸球 逼出抛高 陶跑得很到位 抢攻杀川 逃百色抽压边线 杜防反 想推大协线 逃单脚横飞头顶点杀大协线 这时隔多年重新看到的这样操作 这多少不得把泪目打在攻凭上面 杜劈调推连贯逼压 逃反复推头顶底线破坏连贯 抢攻连贯勾对角 反复大转身 结果杜边全都完全顶住 最后反而造成逃自己的失位 杜直接抢攻 逃反手强硬的过渡 让想抓往前的杜边没有防备 抢攻连贯 突然软一条分球 这下成功让杜边丢动心 杜摆脱平高 在滑板调动草大协线跑动的失位中 第二季比赛结束 杜边上来就提速施压 陶天的失误也特别多 这下一度就出现了大分叉 而后面陶天一度提速响攻 打出了一波追分小高潮 但是最后因为分差太多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来到第三局 逃两个失误后 杜抓腿点上大协信 杜假动的推球逃篮接 上网假动的分球逃不起球 逼出杜起球 PD要打中心调动 杜漂亮勾对角直接让逃失位 杜揭发假动的分球 逃停顿直接骗过了中心后撤 准备进攻的杜中心 杜抢攻 联合逼亚逃回顶让杜被动 抓摆脱杜逾越救了回来 快最大写线拉开抓过杜 想推写线逃回顶破坏 推出过顶 逼出转身拦截摆脱 杜逗王抢攻 爪推抢攻 爪接杜调动大协信防范 爪拦截推球 杜控往滑板变节奏打中心 再骗平高 逃急速抢攻 杜再抢攻 抢方往高智能滚往逃口 对角摆脱 杜回锁继续比起球 这回杜边失败 虽然淘天也是想提速 可惜效果并不理想 杜分球拿了机会骗平高 滑板变节奏调动中心 逃低手为回放高质量 强攻杜旋转接杀 又是一个滑板 逃还是强硬回放 这下杜边实在是连贯不上了 推底线杜抓百投反抽 逃连续速过后 杜起跳偏平高 推重复落点分析线 后场犹豫被抓 杜抓推拦截打穿 在杜起跳批掉变节奏 滔天的法战之中 正常比赛结束 两个人以拉掉对抗为主 第一局的杜变事故实在是太多 到了第二局杜变就开始提速 逃天的经理下滑的有很多 虽然中间追了不少分 但是架不住分差实在是太大 到了第三局 逃天在后半段的经理明显就不够用了 在速度冲击之下 实在是顶不太住 身体能力进一步下滑 逃天的状态实在是令人唏嘘 好了 这是本期日本公开赛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长远点赞三连支持我一下 如果喜欢观看其他更多的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光影 我们下期再见